抗霜害的药啊 我已经给您打包好了 您扫这个二维码付款就行了 我马上给您发货 好的 谢谢 来 鼓掌 喂 村长 我想到了销售的办法 但是我不知道可不可行 我先去上海了解一下 如果有消息告诉你 好 我现在的想法是 把每一棵茶树都编号挂牌 然后把茶叶盖上印上二维码 那个二维码就对应这一棵茶树 只要买到茶叶的人一扫二维码 就可以花两百块钱 任养一棵茶树 然后我们会在春秋两季 把最新的新品免费邮寄 那这个是属于办公益性质吗 对啊 只有这样能快速地回笼资金 给村民们养殖茶树 我想了 我会在二维码里面 编辑一段视频 让大家更了解我们 原生态的养殖 现在我是没什么钱 等将来如果做起来 我想把二维码变成应用程序 这样大家 就直接能从自己的手机里看到 自己任养茶树的生存 成长根修剪 你这个挺好的呀 是不是就像电子森林那种啊 好不好 好啊 那你赶紧弄 你弄完了我马上任养一棵 那你这个是需要 策很多钱吗 做二维码倒是不需要什么成本 酒店经理也说了 他会帮我多推几家同行 还有江晨那边 他也帮我找了几个独立咖啡馆做分销 只要有客户员一定能养起来的 一定能养起来的 你那些蓝色烟花全部都销毁了吗 和那些过期的烟花一起销毁了 我那天跟你视频的时候 看见旁边还有燃放装置 平时销毁的时候 不都集中堆放就完了吗 老婆 我本来想的是 这些蓝色烟花 在我心里那不仅仅是烟花 那是艺术品 就这么销毁了 挺可惜的 不过我还是全部销毁了 我待会儿先陪你去公司吧 怎么今天想起来去公司了 好久都没去了 去看看大家 正好呢 我下午在公司附近 约了人潭茶厂的事 行 许总好 再见 您好 许总好 许总好 最近又找了几个新的公司 许总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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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姐 许总 您来了 来了 嘉姐 来来来 听一听 嘉姐 你好准备来看我们 是啊 最近比较忙 这五十五有口味 嘉姐每次来都带好吃的 你猜对了 我刚点了奶茶 我请客 许总买单 对 我买单 好 好 带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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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姐 你好 我是新来的同事 市场部李然是吧 对的 姐 您好 姐 您放心 我一定会努力的 欢迎您加入嘉美 赶紧坐吧 我还是给你们这 干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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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 我吃去 好 嘉姐 悠悠 我还想问你呢 销毁过期烟花的 报备手续都没问题吧 没问题 和蓝色烟花一起报备的 好 我点个奶茶 你待会儿给大家分一下啊 好 谢谢 嘉姐 喂 你好 嘉美烟花 顾佳 我给换山打了几个电话 他没接 他现在正在跟同事说事呢 您着急吗 没什么事 例行安全通报 那我一会儿让他回电话给您 没事 对了 颜厂长 以前咱们销毁烟花按惯例 不是集中焚烧吗 怎么这次是燃放销毁啊 好 因为蓝色烟花太珍贵了 这样医生不想焚烧的话 太可惜了呀 也是 那那些蓝色的烟花 全部都销毁了吗 没事 都放完了 那就好 谢谢您 再见 你等会儿 老袁给我打电话 刚挂 那你待会儿给他回个电话吧 行 领导 还有什么指示啊 别逗了 徐总 你是我领导 我同事时间提前了 那我现在就要走了 那陈旭送你吧 这样你方便点 我下班的直接打车回去 好 那我先走了 你几点回来 我大概八点左右吧 我八点之前到 好 我到你了 陈旭 还得麻烦你送我一趟 地址我已经发给你了 姐 这个行车记录仪 以前是中文的 现在变成全英文了 想我了吗 你看 我给你喜马的睡衣 好不好看 好看 今天八点我必须要回去 又不那么夸张吗 我还试试试试怎么样 不行 我们导物 咕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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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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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俩这是干嘛呢 儿子 来来来 快下来 妈妈快俩了 赶紧亲亲妈妈 老人 你现在太沉了 你算你把你爸累的 真拖不动它了 我平常让你 跟我去段练 你就是不去 行行行 那我再练会儿 来 儿子 上马 还玩啊 来吧 你要玩吗 还要玩 来来来 好好 坐稳啊 抓好姜生 搂着爸爸脖子 搂着爸爸脖子 好 飞马来啦 快捅 你快捅 你快捅 爸 走你去门 爸 姜海 快点 快点 小心 小心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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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我走前面 小小小 你去哪儿 快点 快点 好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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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娘啊 快点 快点 小心一点 这血压的问题 不能快走 不能跑 好 那啥都干不了 妈 妈 爸爸回来了 我去看一下啊 爸 我算到家了 怎么样了 没事 没事 我 我回他 回他进房间 医生怎么说啊 我说就是贪生这个事啊 一着急 血压上去了 刚才在医院 医生给输了一夜 说经常几天血压就下来了 小张主任 真是太谢谢你了 你说大晚上了 还跟着我们受累 千万别这么说 这不都是 自家人的事吗 嗯 还有 以后您叫我小致就行了 老叫小张主任 怪身份的 好 小致 小致 好的 那个时候也不早了 我先回去了 好 我走了啊 你你 送送呀 送送 不用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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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走好 好 回去吧 谢谢啊 没事 没事 看看 看 人家小致人品有多好呀 看 看 看什么来了 看 看什么 你给我输了 叔叔爸爸真的没事吧 你进去看看呀 嗯 李姐 哎 小钟 谢谢你的门卡 还是李姐好吧 当然了 加油 一定 加油 小钟来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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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点儿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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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拿着呀 拿着呀 收起来嘛 част 拿着啊 哎呀 小新拿着呀 拿着呀 收起来呀小新 拿着啊 哎呀 嗯 这花真漂亮 我先帮它收着哈 哎呀 哎呀 好吧 啊 摩托帐行大门的钥匙 我们几个人合开的 我是大股东 钥匙自然由老板娘来保管了 你之前说过 男人要有事业心 我现在有了 小竹真棒 小竹真棒 嫁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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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怎么样 我不是求婚 我知道我现在也求不成 这个就是普通的情侣对见 有的时候 手上空了 心里就空了 我比狼针一手指的粗细 选了个中指戒指 但是没负担 小竹呀 你想得好周全呀 你之前说想冷静冷静 但是我不想 再等下去 就只剩老了 我能让她们先走吧 这是公司 我们能单独说吗 不 我就是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你 周小杰 我喜欢你 我之前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就喜欢你 好不容易我们现在没有任何阻碍了 她的事是在一起成吗 咱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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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啊 怎么走了呢 对不起 我没想到会让你不舒服 我不怕别人知道我喜欢你 因为我就是喜欢你 我们分手吧 为什么 这几天我考虑清楚了 我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就因为我比你小 你就觉得我靠不住了 我敢现在就去跟你领证 我相信你敢 可婚姻是只靠勇敢的嘛 我之前勇敢过一次 可结果不怎么样 那是你之前遇的人不对 不是 是我当时没想清楚我为什么要结婚 我到底要跟一个什么样的人过我的下半辈子 那你现在想清楚了 我从小就是一个没有主见的人 我没有顾佳那么独立 也没有曼妮那么勇敢 我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姑娘 是我没考虑清楚我自己的感情 所以我不能再糊涂糊涂糊涂糊 这么跟你好下去了 一定要分手吗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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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